蛇 是当今自然界最成功的食肉动物群之一 身影遍布全球 它与人类同行的历史充满了神秘超自然的色彩 是艺术宗教等各种想象和隐喻的灵感之源 蛇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侏罗纪中期的安氏黎明蛇 到了晚白饿市早期 约11亿至9500万年 蛇类已有了全球性分布 和其他动物不同 蛇类的身体会一直成长直至死亡之日 它们的表皮却不能长大 因此它们需要把旧皮退去 几乎所有的蛇类都是凭借着惊人的感知能力生存 它们大多视力不好 主要依靠舌头感觉震动或是自带的热感应器 去感知周边的世界 这轻巧的小蛇和人类的鼻子相比之下要灵敏得多 分岔的舌头让舌的嗅觉立体化 可以收集来自不同方向的气味 当老鼠移动的时候 它的气味就一路留在空气中 气味颗粒收集完毕 腹蛇将舌尖顶住嘴部上方的助鼻器 进行气体辨认和分析 然后将嗅觉转化为精确的影像 其实我们今天的贪吃蛇应该是用舌头 而不是眼睛来完成程序 对不对呀